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到财因专家姚慧珍 大家好 军事专家施孝维 大家好 大家好 要请到财因专家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总监财明掌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属雪恒 各位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 我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美伊中东开战恐怕引爆核战 甚至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无人机精准斩首川普下令 空袭巴格达机场 美国击毙了伊朗最高将领 吉比的将领可能是 开战的重要关键 甚至我们讲整个中东地区 现在陷入了最近十年以来 最高的危机 你如果看到伊朗圣城库姆 你就会发现 它有一座清真寺 叫做夹姆卡兰清真寺 有史以来 它第一次升起了一面红旗 红旗对这个清真寺来讲 概念就是血债血还 也就是这一次 整个美国对伊朗的动武 让伊朗陷入了全国上下 同仇敌忾的概念 我们整个把这个事件 倒续一遍 从12月27号 其实当时是伊拉克的 石油重镇基尔库克 附近原来有一个军事基地 被火箭攻击 大概有30枚以上的火箭 那一名美国的contractor 民间承包商死亡 四名美军还有伊拉克军人受伤 美方的情报 它说这很有可能是 在伊拉克境内 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 叫做真主党旅 所以12月29号 美国的复仇 直接空袭真主党旅 六个据点 有的在叙利亚 有的在伊拉克 攻击完之后 没想到伊朗 接着就攻击 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方震怒 因为美方的海军陆战队 已经开枪要镇压 这些冲进来的示威者 所以美方当时施压 要求说伊拉克 等等 你今天你的民兵 攻击我的人员 背后是伊朗在运作 来你给我把伊朗运作这个团队最知名的首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圣城部队的指挥官苏雷曼尼 还有你自己真主党旅的将领穆罕达斯 你把召集到我们的机场来 我们要求你伊拉克要尽到责任要和谈 没想到美方使出这一季叫引军入祸 你把两个人一拉到你的国际机场来 美方马上发动无人机的攻击 当场炸死这两个人 结果伊朗跟伊拉克双方都升高了所有的对抗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伊朗的清真寺 升起了复仇的红旗 伊拉克也召集国会要求立即逐出美军 等于是整个中东的局势 瞬间提到了近几年来敌对的最高点 好 到底有多紧张 我们刚才也谈到 最主要是这两位关键人物被击毙了 又有什么击毙呢 无人机 美国这次出动的是死神无人机 我这个MQ-9这个飞机 它是由美国一家公司叫什么叫 通用原子公司做的 这个通用原子公司它之前坐了一款飞机 已经是大出风头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掠死者 掠死者无人机 掠死者无人机比这一款复仇者 或者说是死神无人机 它的大小要比较小一些 那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所以死神很大 对 它其实相对来说 比之前的掠死者要大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武装挂枕 你看到没 过去掠死者无人机 大概了不起挂个两枚或四枚的地狱火飞弹 但是死神无人机 它可以挂四枚地狱火飞弹 加上两枚精准导引炸弹 所以它的挂展能力高很多 那你说为什么这次伊拉克的 伊拉克人把伊朗人他们进来 然后你看傻傻的这几个人就被拘杀 然后是为什么 主要是这个飞机 这个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很高 它可以在2万英尺以上 或甚至接近3万英尺的高空 在上面绕啊绕啊绕 你地下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在地上听这个飞机声音很大声 但是飞到3万英尺高空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你也根本不会看到 你也看不到 然后你也听不到 然后厉害是什么呢 这个死神无人机 你看它头大大 你没注意到有一个很大的头 那个头里面是什么 是一个宽屏卫星通讯天线 这个宽屏卫星天线 所以这个头是一个宽屏卫星通讯天线 对 里面是一个卫星天线 然后它底下有挂一个我们称为 叫光电征收仪 这个光电征收仪多厉害 它照到你 照到阿关 然后马上就给你做脸部辨识 好 就是它 然后马上就从CIA的人脸的资料库 里面去比对 这个是阿关 它今天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好 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些事情在哪 那个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参攻飞 你知道人在哪里看你知道吗 在蓝利 CIA总部 然后坐在那边 没错 就是它 遥控啊 对 一万公里外 好 把它干掉 好 把它干掉 你不是要举例是我吗 那我就说是我好了 对 好 把我干掉 好 没问题 然后这个飞弹一发射 然后它呢 当时这个斯维曼尼 它跟他们一共搭了两辆军用 那个就是那个吉普车 就是他们的那种皮卡车那辆车 然后一辆车前一辆车后 这个MQ-9的这个飞机 它很厉害 就是它还可以做雷射标净 那雷射标净之后 那个地域火飞弹 砰一下就击中第一辆车 然后两部车再开 第一辆车突然炸烧 哇塞 吓坏了 那个架子要逃命 对不对 结果砰 后面第二辆车也中了 所以这次美军其实对这两辆车 一共发射了四枚地域火飞弹 这四枚飞弹 你看 一颗飞弹就炸成这样 干嘛呢 就是要你命 就是非要你的命不可 那美伊开战 就打仗的可能性搞不搞 因为现在好像 对 连美国大兵自己都怕得不得 没错 为什么呢 你看现在美军 他其实这两天就做了非常重要动作 我没有注意到 第一 美军动用了20架C-17运输机 干嘛 把第82空降师紧急运到巴格达 第二 美军他从本土掉了 大概四架左右的 叫A-113栋炮顶机 A-113栋炮顶机什么 就是C-13栋运输机 一边全部装20公里或40公里的机炮 他可以在你头上绕绕绕 然后一直从你头上这样 用那个机炮轰你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美军跟美国现在在伊拉克 等于说是把兵力大幅提升 干嘛提高警戒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伊朗支持的这个民兵 已经火线攻起了伊拉克使馆 万一这个使馆被攻陷的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班加西发生过什么事 美国绝对不能允许班加西的事件 在巴格达重演 那美国有没有出动航母 美国还派了 就是说当然 就是还派了那个杜鲁门号航空母舰 当然杜鲁门号航空母舰 它原本两个多月前 三个月前就应该要到位了 为什么床坏掉 居然美国整个东岸 找不到一张航空母舰来替代 所以他赶到这个位置 说真的到的时间也非常正 所以杜鲁门去了 去了 已经到那个北阿拉伯海 那北阿拉伯海上面 它上面这个有大概 差不多70几架的战斗机 其中大概有50来架 就是超级大黄蜂 随时可以对伊朗境内发动攻击 所以这次川普才说 你伊朗如果敢动手报复 我就要攻击你 我有52个目标让我选择 我要打哪里 我就打哪里 那伊朗动手报复了吗 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觉得 但是肯亚不是已经有美军基地 对肯亚我们看到这两天的 肯亚的美军基地 是哪边的人去 是从索马利亚 你看现在这个 肯亚的机场 它那个在燃烧 干嘛呢 肯亚机场上面美军基地 也被从索马利亚进去的 这个伊斯兰国的战士 然后用火箭加以偷袭 而且还发射火箭弹 干嘛 已经炸毁了一架美军的 特战部队 所使用的特种行动任务的 一架飞机 但这不是伊朗干的 这个跟伊朗没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 因为现在回家伙伴们 回家伙伴们只要 因为伊朗跟伊拉克 或者说是我们讲到 这个伊斯兰国 基本上来说 他们其实是不同派系的 其实他们之间彼此跟彼此之间 他们的仇恨反而还更深 但是现在他们看到 同仇敌看 现在看到同仇敌看 所以好 那个伊拉克 这个残杀回教弟兄 他们就在肯亚 对美军进行报复 好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年轻人很紧张 为什么很紧张 他们很怕这个时候被调到前线去打仗 所以据说 征召网站现在被瘫痪了 没错 当然了 这个部分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网友的恶搞 为什么 因为其实美军现在毕竟还是木兵 你说他现在那个瘫痪征兵网站干嘛 就是一堆 不想当兵 这些小朋友可能还不知道 因为他们以为 万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是可能就要 每个人都要被征召 因为其实现在中东的情势 说真的有越来越演越烈的趋势 确实很紧张 对 今年中东出大事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中东出大事说真的 我们也不要看到那边坐闭上官 觉得好像很开心 中东出大事 我们的油 天然气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不开心 油金大涨 股市大跌 怎么会开心 对 没想到2020年刚开始 就出现了第一支的黑天鹅 美衣冲突升高 你看 好 我们来看 美衣冲突升高 油金狂奔 而且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开战呢 伊朗号召 一个人一块钱 8000万美金要悬赏川普的人头 好 真的不开心 布兰特原油 在上个礼拜五 也就是事件的第一天 已经将近70美元 纽约原油的话 大涨3% 来到64美元 这是8个月来的新高 好 专家估计冲突 机器升高的话 布兰特原油80块 甚至有人看到 9字头的油价 黄金的话 目前已经占上了 1570美元 四个月的新高 哇 冲凉冲啊 好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势 很多人家里都黄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黄金走势 网上狂飙来到1588.54了 我们看到那个红K棒很长 很大的一根红K棒 好 那这只黑天鹅 甚至会影响到今年 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川普换话 你敢报复 我锁定你伊朗52个祭典 包括他们古文明的一些 这个古迹哦 那为什么有52个这个数字 这个在1979年 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 发生了52名美国的公民 遭到伊朗的羁押 长达了444天 那这段的过程里 甚至六名的大使馆的官员 他们逃亡的惊险的过程 被拍成了知名的电影 雅果出任务 就是这部电影 就是画面上这部电影 对 当时美国总统卡特 当然马上这个就展开了什么样 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制裁 另外一个谈判 甚至出动了军方去营救这些人质 失败耶 失败了以后 这也是因为这样才算不掉 对 没错 关键的卡特总统 连任失败 所以美国历来过去40年 只有两位总统做一任 一个除了卡特以外 一个老布希 又跟总统有关 1990年的时候 沙漠风暴 那时候伊拉克海山不是入侵科威特吗 是 那这个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从1990年的8月之后 集结了几十万的部队战机 然后到了1991年的1月份的时候 正是美国的国会 联合国的捷印通过 你可以出兵 出兵以后只有40几天 就把这个海山伊拉克给 逐出了这个科威特 好 美国是赢了这场战争 但是后一阵来了 因为那个过程当中 全球贸易衰退 然后国际油价飙涨 各国股市重挫 我告诉大家 台股在那一年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是 1万2682点的最高 跌到2485 跌到1万点 跌掉1万点 那一年跌到1万点 12682跌到2485 不是乱讲 跌到1万点 你看多可怕 好 同样的 在1992年大选前期 6月份美国的失业率 飙高到7.8 所以老布希也没连任 没有连任 所以两位没有连任的总统 都跟中东息息相关 今年川普的大选 我相信也跟中东息息相关 不过我们回来看资本市场 美股大跌 亚股大跌 全球股市大跌 当然台股也大跌 因为美伊打仗 现在大家认为可能性相当高 对 那现在干脆就直接打 苏战苏姐还好 最怕就像1990年拖了大半年 那个经济越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以台股的结构来看 全部都绿油油的 绿油油的 大概除大陆的股市稍微抗跌以外 为什么 川普不可能两面作战 假如他要全力的对抗伊朗的话 他一定要让中美贸易和缓 争取中国支持 因为伊朗背后最大的金属 伊朗的石油天然气 卖给谁 卖给中国 所以中国假如 中国会不会暗住伊朗 说不定他有点高兴 好我们来看到Jones 道琼大跌了233点 好刚谈到陆股 陆股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来 这边都是陆股 上阵A股 深圳 红色的就是陆股 少数还能够收红的就是陆股 当然我们要来看台股 台股我们来看 台湾加全指数在今天也是下跌 下跌了157点 好那台股的结构是这样 就是跟随了主要的国际股是 我们直接看台股的K线 那今天在外资强大的一个卖压 97亿卖超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重挫 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礼拜大选投票 投完票以后 过去半年台股最大的支撑力量 是政府基金 政府基金 你这投完之后 也不必做选取行情了 我们直接看一档台积电 好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的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一档是 政府基金重压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345块 形成了14M头 那只要把这个仅限 328.5的跌破了以后 整个头部就形成 好外资在今天大卖了 16,095张 罕见的大卖超 所以比较担心的是 是在下个礼拜的选后 假如紧张的情势还是持续 政府基金选后不复盘 台股会受影响 但是盘面还是有强势的股票 军工股 对 军工股一定大涨 我们上个礼拜讲黑银 洛克希德马丁 洛克希德马丁 在上个礼拜五的股价 创下历史新高 好 我们那天还把洛克希德马丁 和苹果来做比较 结果发现 他的走势在短期不输苹果 3.6% 然后你看他的股价 哇 标翻天 这是417美元 短期出现狂飙 然后这个是美国最大 也全球最大的金火商 第二大做那个爱国者挥弹的雷神 你看雷神的股价 也涨 而且这个是历史新高 雷神也创历史新高 对 那刚才讲过了 那个做MQ-9的公司 通用原子航天系统公司 他没有上市 所以大家就去买 这个Ross-Lawman Kuhlmann 那这家公司的话 就是做那个全球鹰 还有那个V2的 全球鹰上次被伊朗打下的那一家 还有V2的引擎轰炸机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涨了5% 跳空 所以他的股价也揭示了历史高点 那台股的话 今天外资买超第一名的是旺宏 二三三七的旺宏 旺宏跟军工有什么关系 旺宏的话最主要是在记忆体 他讲今年的记忆体 不管是no flash net flash都会起来 因为涨价 对 那外资今天买超的第一名 就是这一个旺宏 另外一个是原相 因为现在伊朗发起一人一美元 前伊朗是八千万人 八千万美金要悬赏 川普的人头向上脑袋 这个接下来十个月川普要进行活动 要深入群众 这个威胁出来以后 他整个那个维安升级 全部要升级 所以大家讲过 那个安控 那个镜头里面的CIS 影像感测器 哇 那个现在就缺货了 那原相就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司 好 这是在伊朗境内的宜邻邻游行 所以现在整个境内的群众 情绪高涨 我们回来看原相 对 今天他也公布了 12月份的营收是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他是少数股票能创下新高的 所以监控 安全监控应该会涨 对 这个就是说 美国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安全监控 所以海抗卫士应该会涨 今天是上涨的 但是美国禁用 所以他是在美国的其他的 但是川普的话 难免要到国外去访问 所以他的这个盟邦 安全监控也要前面的升级 好 所以海抗卫士也涨了 在今天路股粉倒是异于全球股市的表现 大家都跌 他是上涨的 不过我们回来讲到底情绪有多紧张 来薛鹤 现在看起来战事一触即发 但你不要小看伊朗 因为在今天媒体所谈到的是 不排除引爆核战 对 我们先直接讲 82空降师跟101空降师 美国都已经动员了 分别动员到伊拉克跟科威特 为什么要动员这么多 是因为伊朗的战力排名 全世界排名第14名 好 不要小看伊朗 不可小觑 他在全球军力的排行榜上 仍然高居第14位 对 他甚至比以色列跟沙尔地阿拉伯都要高 而且最重要的 他的整个军事战斗力 接近100万人 那这100万人以外 他还有类似国民兵的动员能力 据说可以动员到1350万人 而且他的武器来源从俄罗斯到北韩 非常丰沛 所以整个战斗力对美军来讲 光是传统战力 你把你的82空降师跟101空降师全动员 可能战力都不够 更别提他现在 因为2015年川普退出核协议之后 伊朗就讲 没关系啊 我照样提炼 现在他已经有大量的低纯度的浓缩钮 如果他接下来再有一点时间 可以把它提升到90%以上浓度的浓缩钮的话 就足以接近核反应的等级 原来可以拿来发电 但现在可以做核武器的 如果短时间之内被他累积足够的 高纯度浓缩钮的量的话 美国恐怕就必须进入全面战争 要用战略轰炸机 要用地面部队 要用大量的装甲车 才能够攻下他的这些基地 他自己有飞弹 对 其实伊朗不差 伊朗这个国家的军力 虽然说我们讲说 以正规的海军或空军 跟美国集中在中东的军力 你说他能够相抗衡 并没有 也难度很高 但是伊朗他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他用飞弹 例如你看伊朗他有一款 他展示一个新款的巡异飞弹 然后这个巡异飞弹 他的第一代可以打700公里 苏马尔巡异飞弹 对 这个巡异飞弹 第一代可以打700公里 第二代可以打到哪里 就可以打1350公里 1350公里打出去 其实说真的 这个距离还蛮远的 为什么之前美国 要在罗马尼亚 部署一个叫陆上神盾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就是把神盾战斗系统搬到陆上 还加上了这个标准防空飞弹 最主要就是要提防伊朗 从伊朗发射弹道飞弹 或是巡异飞弹攻击欧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巡异飞弹 其实说真的 而且第一射程够远 第二枕头也不差 然后呢 因为为什么 它可以比如透过俄罗斯 或大陆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 为它提供这个目标导控能力 所以它要打哪里 你美国要干扰也没那么容易 再加上其实伊朗 它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好几百克 好几百克 因为你今天你过去美国 它说它用来这个研发的 这种所有的反战区弹道飞弹防御系统 是针对像北韩那种 中长城飞弹的这个能力 如果说今天 我有数百枚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我要拿来打你 我讲世界上没有一种 弹道飞弹拦系统拦得住 所以你看美国在伊朗周边 有那么多的军事 TD什么阿富汗啦 然后中亚啦 然后伊拉克 科威特 微微的绕一圈 还有那个波索湾上 甚至还放航空母舰 但是如果今天一旦 伊朗用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去攻击美国的驻军 或美军的这些军事设施 可以说很够美国好好喝上一壶 我们更担心的应该是核战 对 对我这种军事外航而言 我是不太懂那些导弹 但我听到核战我真的就是 以前伊朗来讲 今天伊朗做了一件事情 它说我们现在退出 所有这种核子协议 为什么呢 因为原先核子协议是美国 你觉得他敢不敢用 我跟你讲 人被逼急了 没有什么敢或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伊朗当初 废掉跟伊朗的核协议之后 伊朗有也不能卖 这也不能卖 那也不行了 已经国家1200了 我现在已经1200了 I got nothing to lose 我有什么不敢的 现在他从原先在签订核协议的时候 他的这个核 拥有的这个核燃料 就是那个做原子弹的这个原料 对不对 浓度大概跑到三四十跑不掉吧 但是你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它已经提高到九十了 当然说从三四十提高到九十已经不容易了 距离武器级也还有一段路 真正能够拿来当武器级的核燃料 也就是说真正会引发连锁反应产生核爆 就是会在地球上种香菇那个 要达到浓度要97%以上 虽然说现在伊朗离那个97%的浓度 就能够种香菇的那个浓度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把这个浓度 能够做到种香菇的时候 他装到他的不管虚异飞弹也好 弹道飞弹也好 送几颗到以色列 他在回教世界领导地位就稳固了 哎呀那我们就惨了 十几年 全世界最大的变数 另外一个会影响盘面的变数是SARS 到底中国武汉是SARS 还是不是SARS 我们到现在是母SARS 因为武汉从7例到27例到现在59例 疑似SARS 当然中国的说法是已经排除了 问题是香港学者不这么说 香港学者说他们的14例很有可能是SARS 对 那现在武汉 武汉市政府的一个公告 他已经排除了 他说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说 已经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是人传人 不是人传人 第二个没有医护人员传染到 第三个已经排除流感 排除禽流感 排除SARS 第四个 他是认为华南海鲜市场 目前来讲 我还是让他修饰 所以从武汉这一次的59例里面 有7例是重症 那追踪那些传染人口163人里面 好像听到这个报告 好像已经把疫情控制住了 但是中国我们不说自己相信 我比较担心 中国有没有隐匿 有没有梳谎 所以我们要来看香港 香港有14例可疑病例 香港的学者说不排除是 是 那香港因为两天里面有14例 里面大部分都是到武汉以后 回来生病的 那香港大学有一个感染 跟传染中心的一个教授 他说 我跟你讲 这不排除是人传人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武汉的 华南生鲜市场 他是动物传到人的嘛 而且这里面有27例 全部都是当地的商家 就说当地的老板 你做生意的老板 而且这27例都是当地的老板 所以你现在跟我讲说 你排除人传人 我怎么会相信 而且你想想看 上次SARS 是不是也是果子里 去吃到了那个蝙蝠 蝙蝠以后传到了人 所以这个中间他不排除 但是香港的一个 他的一个卫生署 他是已经把 本来只是一个 把这个升级 把他的防护的升级 为警戒 变成严重 但是台湾的 警官就说 没有啦 跟目前来说 还不是人传人 但是我们规定两个 第一个 不要到武汉去 第二个 你如果从武汉回来 14天内 你有呼吸症到的一个 呼吸到的一个疾病 赶快就医 因为他有三到五天的潜入期 好 我们回来看新闻 到底有没有SARS 现在确实状况不明了 武汉不明肺炎 累积了59例 鉴定排除SARS等 已知传染病 这是中国的说法 但是武汉肺炎扩散 香港已经启动了 严重等级 甚至香港学者说 不排除就是人传人 其中一个最让人 担心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来看 武汉全是封杀野味 因为这一次的菜市场 你不要以为 它是水产市场 其实它卖了很多的野味 我们回来把新闻念完 所以武汉的野味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只有武汉有野味吗 有记者 有网友去直击 发现中国到处都在吃山餐 包括广东也被直击到 对 这一次大家所担心的 就是原来的华南生鲜市场里面 它卖的是什么 卖的除了鸡鸭鱼肉以外 还有兔子 还有猴子 还有白鼻心 什么都卖 另外有记者到哪边去 记者到武汉 武昌跟汉口 这两个火车站 这两个火车站 也有一个市场 也是在卖生鲜的 叫做什么 叫做企义门生鲜市场 企义门就武昌企义 企义门的生鲜市场里面 它发现了里面有兔子 有牛蛙 有野鸡 有野鸭 记者就是跟当地的一个商家讲说 我要买你的野鸭 你能不能给我看 但是我可以拿给你 那一支两千块 那么贵 那我买野鸡 后来他用六十五块 去买到一支野鸡 那还要他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除了这个以外 你可以定 你如果事先跟我定什么 我还可以帮你准备 所以就有网友 就用Google的去上 所有中国的一些野味市场里面 竟然发现全中国最大的野味市场在哪里 在广东 他说简直就是一个流动的动物园 据说贝极向天的他们通通吃了 我跟你讲 我念给你听 真的这记不住 宠物猫兔子 苍鼠 梅花鹿 碗熊 还有狐狸 还有豪猪 还有死虎 还有白鼻心 还有雕 什么通通吃 所以这里面你真的会吓死的 好 我们来看广东野味市场 直击看到了什么白狐 亚洲豹猫就是死虎 我们看到有家猫 有红白鼠 还有什么果子梨 我们看到果子梨真的会怕 就想到2003年 2003年就是从果子梨先传的 对 所以记者就在那边 就一直想要去买野味 不过那一边的商家 非常警觉性非常高 他就觉得说你可能是那个什么 莫底的 什么 不保护协会的人员 你就不卖给他 不卖给他 记者也很厉害 他就到云南去 云南吃什么 云南自古以来 最美味的野味就是猴脑 猴子的脑 那你知道云南的猴脑 是怎么吃的吗 他们就找找找 结果当地人也非常的警觉 结果就这样经过几次次验以后说 阿冠你不是那个动物保护协会的人 我带你去 带你去一家叫做天保酒店 天保酒店旁边就是森林警察局 警察局旁边啊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而且天保酒店的老板来头不小 他家是活活世家 他个个是当地的政协委员 结果那时候他们以前吃核脑怎么 吃那个猴子的脑怎么吃的吗 那个猴子活的 因为一定要生鲜吃才美味 所以他就有一个夹子 把这个猴子四边把它夹 那头脑出来当场剖开以后 用那个热腾腾的 那个几百度的热油 冲下去以后 加盐巴这样吃 残忍啊 那现在不敢了 现在不敢这样吃用什么吃 先勒死他 然后再用那个木棒把它打分以后 那那个当地的那个厨师说 多打几下不然的话醒来不好 这样的吃喔 这是在云南的地方 真的很残忍 对 那当然云南的地方有看到了 看到以后就po了很多的照片 照片大家都吓死了 结果我们就回到原来的广东这个市场 广东这么大 它有另外一个市场叫做接洋市 接洋市是什么 是穿山甲 穿山甲 穿山甲在中国大陆是二级保护的东物 竟然可以买到 在接洋市的一个乡下乡下的地方 晚上五六点的时候 五六台那个豪华车也有保时捷的 大家来吃什么 吃穿山甲 穿山甲的肉可以炖 穿山甲的血去炒烦变成红烦非常好吃 穿山甲的鳞 它可以用中药 因为穿山甲既然可以穿洞打山 它的鳞可以通经活血 所以变成在中药行里面 它每一功课四点八块非常高 全身穿山甲都是保 而且一只穿山甲在那边要两千八 就差不多一万多块的一个台币 他说你不要看 这个两千八算便宜的 所以大家在吃穿山甲 除了这个以外 所以中国这些野味不能吃的在吃 不能卖的在卖 你说我们要完全杜绝SARS的可能性 说实在是很欢乐 所以我们回来看盘面 如果真的排除那这些个股在涨什么 据说板蓝根相关概念股大涨 板蓝根的市场售价也在大涨 包括口罩现在武汉买不到 对 在武汉现在在抢什么 第一个抢口罩跟板蓝根 因为2003年的时候大家乱抢 抢到白醋 现在发现白醋没有用 那为什么会抢板蓝根呢 我们来看板蓝根 板蓝根已经被神化了 板蓝根是不是李嘉诚也有 他是被神化的 在05年的时候 那么李嘉诚结合白云山 加上他的核黄 变成白云山核黄企业 专门卖板蓝根 那板蓝根呢 就李嘉诚本身就是一个活的一个广告 另外SARS的一个抗煞英雄叫中南山 他们两个合作 板蓝根他是百万毒解毒之王 任何毒都可以解 而且这个清干解热 现在板蓝根在2012年 你知道他卖多少吗 一年卖了5亿的港币 赚翻了 他施占率60% 所以这一次大家又疑似SARS 所有的板蓝根又畅销了 开始打涨 对 所以我们来看白云山野股 白云山野股 他就是板蓝根全中国做最大的 那这个椰股里面 我们来看他的股价 这一根你看最近这几天 就板蓝根大卖的 另外还有一家叫做卧华医药 做板蓝根的颗粒 就已经帮你做颗粒了 你就不用再去组肩了 好 这也是大涨 我们先看盘蓝根走势 我们先看今天的反应 今天反应原来是上涨的 表示市场原来没有消除对SARS的疑虑 对 还有一家叫做柯伦药业 柯伦药业你看最近也是一样 也是涨 好 今天比较震荡 对 他的那个K线也是涨 所以最近这是因为武汉的关系 所以造成所有板蓝根的相关的 一些股票都涨 那台股呢 台股今天 也是想到2003人的SARS 毛宝涨领满 毛宝 你们家要不要破地板 要啊 拖地板啊 拖地板所有的消毒水 通通要啊 今天高期是落了157点 是啊 毛宝亮灯锁死 对 再来美德一 这个有够霜的 大家都买它去的 美德一今天照样涨停板 这支股票是了解的 没担心的股票 拖拖拖 已经四支了 好 这些股票的股价 都反映市场的代表 再来看恒大 恒大今天涨的7% 盘中也差一点涨停板 你看 差一点涨停板 来看恒大的K线 也是拖拖球的 再来我们来看 今天又多了一支 叫做康纳箱 咱们在做口罩的原料 康纳箱 他的大价 今天也大涨 所以代表什么 市场人心黄黄 相关的概念股 还是可以注意 所以可以抢短吗 所以可以抢短吗 不是抢短 因为随着消息的波动 所以手脚也是要快 手脚要快 好 紧接待您来关心的是 冯伦也被退休了 之前包括双马 马云 马化腾被退休 现在竟然轮到了冯伦自己说 他不只被退休 而且他的退休金 一个月只有八千块 他说连广场大妈都看不起他了 我们来看万童集团 创办人冯伦被退休 而且自爆退休金 连广场舞大妈都看不起 我们来听冯伦怎么说 我上跳舞啊 大妈最爱问老头的一件事 就是退休金多少 你们知道多少才能养起头来吗 人才交流中心 给我一个月八千块钱 然后我如果要去跳广场舞了 人家老太太问 老头多少钱啊 退休工资 我说八千 老太太立马就走了 因为他们能看上的退休金 起码得过一万 想不到一个堂堂万伦集团的创办人 退休之后一个月只有八千块 对 我们知道去年 那个另外一个万啊 他万通集团嘛 去年是那个王健林高喊说 我们要活下去 结果没想到 虽然万通集团活下来 但他们创办人冯伦却不见了 被退休了 被退休 而且冯伦很好笑 他其实在这个场合 同时还讲了另外一件事 他讲了什么 我们年中的时候 哥们兄弟常常要约吃饭 结果去年很多人找不到 找不到之后就说 怎么找不到人啊 原来变成两院院士 两院院士 我们想说 我以为是什么中经院 中科院 中研院 我们这样想嘛 结果是进了医院 跟进了法院 结果后来更有趣的是 他说后来呢 又另外一个哥们又出来 就讲了说 哎呀 你出来了 是是我学习完毕 我出来了 那出来了怎么样 哎呀 我在里面 很多原本在外面商场上 要约不到 要见不到的迷人 在那儿都见到了 平常呢 大家都很忙 对 现在通通到两院去了 对 而且到两院去呢 见最多是哪一种人 是B2B 也就是那个商务的 我们之前也谈过 这个借贷平台 倒了很多 很多专家都到里面去了 然后呢 大家说还是交流交流嘛 就讨论一下 结果大家交流的重点 全部都是风险控管 所以你就知道 大家都是控管的不好 才会到两院去的 这我们台湾人的说法 叫做 你赚了那么多钱没有用 被抓进去两院 但那下场也是蛮惨的 而且你要知道 冯伦哦 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被誉为 是最了解台湾的人 因为他曾经来台湾 有推过建案 第二个是 他被誉为是 中国最有思想的 地产企业家 因为他常常出口成章 然后就是常常在读书 也常常在出书 他讲话真的蛮有意思 那天我跟他讲话 有一段最有意思 他说 如果你现在到广场去 大妈找你搭讪的话 大妈第一就要先问你说 你越推风多少 你越推风多少啊 他说要是你讲出 没有超过一万块 连大妈都不想理你 他说大妈的基本 低销就是要一万 要是你没有超过一万 别跟我跳舞 对 所以他就想说 他就用这个案例 刚刚特别提到 用这个案例来讲说 他讲话真的蛮有意思 蛮幽默的 他现在领的越推风 是连大妈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他其实从头到尾都错判 错判什么事 他其实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 他接受了 《纽约时报》的专访 当时就很多人 马鲁 那不都被国际凌退吗 就是轻易的家长 换来一张中国共产党的党政 所以当时人家有点 没有讲得那么明白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看国际凌退这个东西 他其实当时还讲 哎呀这个高层他们还是清楚的 经济发展 还是要靠民营企业 国际跟民退这中间 或者国营企业跟民营企业 不是一个单纯的 谁进行谁退 而是两条平行线 在偶尔会交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金融 你国防 你如果是你国家要管 我们民营企业不能管 那你拿去没关系 但科技民生这个东西 我们民营企业可以管 那我们就来从事 他当时还这样子以为 他讲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想法 他搞错 他整个错误 他当时还敢讲什么 他说说 就是一个企业呢 跟那个经营呢 跟领导人 就像是画家跟画部 你如果说 把这个画部拿去 给拖地的人 他怎么会干好事 结果他的万通 现在就被拿去 给拖地的管了 那刚刚你也谈到 弘仑其实被称为是地产界的思想家 对 他跟台湾也蛮有渊源的 对 因为他算是来台湾推大案的最早的中国人 而且他非常厉害的是 他在20 大概他其实很有意思 这要特别讲一下 他是1982年 左右是念西北大学毕业的 然后后来就开始经历了一些 他们自己党营的事业 这是他的案子对不对 对 万通小平顶建案 对就是2011年 在万通小平顶 推出了这个案子 而且他当时创下了两个 第一最先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 他整个销售族情 就是锁定在中国的买方 然后在中国直接销售 第二个是 他是第一个 透过第三地 也就是透过新加坡 来到台湾 进行房地产开发的 中国的中资业者 第三个就是 你知道他很厉害 当时跟中国的买方讲说 我告诉你 你连银卡 你就可以下屏 就搞得 你知道我们台湾金管 会很担心 你是不是有涉及洗钱的这些问题 所以他当时 他推出了这个建号叫 2011 然后就万通2011 而且他是走奢华路线 2011万通小平顶的这个案子 其实我曾经去看过 真的吗 他是走豪奢路线 是 他在那个半山腰 然后盖非常高的摩天大楼 要看淡水美景 对他当时确实是希望说 也类似让的中国的一些买家 豪豪人 也可以来这边台湾享受台湾 北台湾的一个美景存在 但是没有想到 那为什么会踢到铁板呢 因为当时2014年之后 台湾对了太阳花事件之后 大家就开始对中资 入举入来台湾 会非常担心 所以当时政府就推出了几个 包括就是说 你整个最重要的一个卡死他案件案 就是说 你整个包括社区开发 只能10%是中资 但是你知道当时 他有意要申请他的100户里面有46户 高达四成全部都是中资 台湾这边不放行啊 万通条款 万通条款 这个万通条款一下去之后 就冯仑就吃别 他说这个案子是我全世界投资里面最小的案子 但是却是没有办法开发的案子 他之后要往中南部走 就没想到中南部这一部分也没有办法进行完成 好不过冯仑退休之后被退休应该这么说 被退休之后一个月的月份只有8000块人民币 对 那他看到库克的新闻应该蛮不准的吧 你知道库克人家会说 库克今年领的不多 但是也吓死人啊 你知道他去年说说 他的奖金缩水 从去年的1200万美金缩到700多万美金 听起来缩水很多对不对 不好意思喔 人家只是奖金 他整个包括他的股票 去年那个苹果的股票涨了89% 所以使得他整个年薪水是高达1.25亿美元 1.25亿美元和一个月8000块人民币 真是不胜唏嘘啊 好我们几节带你来关心的是 回到黑鹰失事世界 我们看到媒体在今天谈到 参谋总长本来是要去哪里呢 是要去东奥领空军雷达站 但等不到参谋长了 等不到参谋长的东奥领雷达站 据说是共军瞄准的头号目标啊 孝伟 没错 东奥领雷达站在哪里呢 我们先要来看看这个卫星照片 卫星照片告诉你东奥领雷达站 东奥领雷达站其实呢 就在苏花公路 从苏澳往东奥路上 大概115公里的上方 好参谋总长那天其实就是要到这里 对 那个你看 像这个是东奥领雷达站的卫星照片 放大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雷达本体是在这里 然后这边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 然后另外 它旁边还有一些冰射的设施 我们讲到苏花公路 就是从这里底下过去 本来东奥领雷达站 说真的也不是一个 大家会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地方 大家什么时候注意到它呢 在民国我记得好像是102年 就是2013 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东奥领雷达站 下方发生了一件事 空军当时在那个花莲的四东一连队 建设下五连队 他派了两架 一架 F-51 一架 F-51 两架飞机进行夜航训练 结果居然就在东奥领雷达站底下撞山了 对撞山了 干嘛呢 这是当时的残骸画面 对 我们可不可以回来看地图 它到底在哪里撞山 它其实你看 就在这个东奥领雷达站下面一点点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撞山 你这些高一点的话就直接撞上雷达站 大家再高个几百尺就直接撞上雷达站 所以当时来说这个雷达站 它在当时的位置上来讲 其实说真的还蛮险 那至于说这些雷达站 它重要的因素在哪里 像以东奥领雷达站来说 它其实是面对整个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进行一个雷达侦测 那这个雷达侦测就是要那个看 那个台湾东部菲律宾海 有没有异常的空中活动 那因为雷达本身是它这个对空搜索的一个雷达 那像我们今天其实台湾 我们最重要的雷达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我们称为叫勒山大佛 军事迷称为叫勒山大佛的地方 扑爪雷达站 对扑爪雷达 据说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扑爪雷达它本身是一个叫做 弹道飞弹预警雷达 它我们叫弹道飞弹预警雷达 因为你看像 这是我们的西途勒山的 这是美国同款产品 你可以看到它光是在路上 它就有石层楼高 它当初我们国军为了要建 这个勒山的这个雷达站 它在那个地方 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土木工程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 譬如跑去那个勒山林道 就是如果说从那个雪霸国家公园 勒山林道进去 其实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因为实在太大太显著了 那这个雷达厉害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它可以进行我们叫做一个叫 月地平线的一个侦测 什么叫月地平线的侦测 如果说大家常看我们跟大家聊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你这个空中飞的物体 你想要不要被这个雷达看到的话 你就尽量超低空 因为雷达本身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地球的弧度 对不对 等于只要走在地球弧度的阴影底下 雷达就看不到你 但是这个雷达厉害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图怎么看 它是本身 它的这个雷达波 它是打到我们叫做电离层 打到电离层以后 透过电离层的反射 这样反射到5000公里外 然后可以看到5000公里外 如果有弹道飞弹爬升的话 它可以看得到 这个弹道飞弹预警 大家可以为我们台湾 大概争取到一个 大概7到10分钟的提前预警时间 也就是说原本你大陆的弹道飞弹 要发射上来 要超越地平线 我们才看得到对不对 但是因为有了这套系统 我们可以大概在7分钟 它飞弹刚发射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大陆发射飞弹 所以刚刚讲到 你现在讲的是铺爪雷达 对 铺爪雷达 另外当然你要击毁 所有这种空中 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的铺爪雷达 这个是我们的东奥雷达站 这是我们的东奥雷达站 像这种铺爪雷达 其实当然也是 如果万一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大陆的空中 首先要去摧毁的目标 当然我们也还是有一些设备 比如说旁边有一些电子诱饵 或什么的 同样其实大陆也有 对我们有类似的这种雷达站 对大陆也有很厉害的雷达站 他们现在装在哪里 他们装在平潭 平潭它这个飞弹雷达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个卫星照片 透过卫星照片看到 它是一个叫做防逆中战机的雷达 防逆中战机 也就是说逆中战机 它也收得到 它可以收得到 为什么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逆中飞机再怎么样 它现在把这个雷达 它做一个叫做 他们大陆话叫做米波雷达 为什么 现在我们这些防空雷达系统 它要么就是毫米波离米波 我觉得它本身那个波非常小 但是大陆它就反其道而行 你这些毫米波离米波 都看不到这些 我们称为逆中战机 我用米波 就是雷达波的波长 跟公尺一样怎么样 看得到了 还真的看得到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做 非常精确的定位跟跟踪 也就是说 它可以透过反逆中的雷达 先看到大概哪里 有逆中战机 然后再借由其他的防空雷达系统 或说战机去朝那个区全力搜索 你就可以找到敌人的逆中战机了 据说我们也有他们雷达这样的杀手 对 像现在中科院在去年国防展 展了一款叫做剑翔无人机 什么叫剑翔无人机 剑翔无人机 其实说真的它蛮有意思 它是一个小小的自杀飞机 这个是剑翔无人机吗 它日空时间大概差不多 有六个小时 也就是它上去 飞上去以后 这个时候它飞机上 就会有侦测系统 如果侦测到敌方的这个侦测雷达的雷达波 那它就会分辨 这个雷达是一般的民用雷达 还是军用雷达 然后是包括可能是搜索雷达 还是照明雷达 就是射控雷达 好 那这个时候 只要它判定了这个敌方 这个雷达是对我们非常有威胁的 它就直接朝向敌人的雷达这里飞去 然后在它雷达上爆炸 把它的雷达给消灭掉 所以有点像自杀战机 对 自杀飞机 还不便宜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能够争取到一个 就是说把敌方的对手的防攻雷达系统 加压制 这样我们再次才能够在谈下去